這個事情大家最近覺得 好像這個網路上面 有一些這個 不應該出現的影片等等 好那我們看到的就是在 新北市中和有一個私立補習班 那他的這個 蘇信負責人 因為涉及到了 創意私房 的這個偷拍案 好那其實呢 這個水非常的深我們待會帶大家來看 而且呢現在呢 這個補習班的負責人他是墜樓的 好他呢除了是創意私房的付費會員之外 那他甚至呢在他的這個硬碟裡面也發現了 好幾百部的少女 去這個上廁所偷拍的影片 他在補習班來裝針孔 好那移送呢台中地檢署生涯請回之後兩天後 不明原因這一位 負責人就在他的住處墜樓身亡了 好我們看到呢 創意私房其實就是有點像是大家說台版N號房 因為涉及到 兒童的性影像啊 還有霸凌等等的好這個網站 好雖然呢 他現在呢是遭到封網了 但是其實只要用這個VPN就可以 好來觀看 VPN代理伺服器就可以觀看 那我們現在想要問的是術發部是不是束手無策呢 好那疑似是不是 害客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呢出手就把內容通通給刪除 要堵住這個漏洞 好這個害客呢 甚至呢還直接 刪除了內容之外呢 他還直接置換了論壇首頁 好看到呢 這樣子霸氣的回嗆說 創意私房就是犯罪 不論你是站長還是會員 對於兒童性虐待跟性剝削 都是零容忍的 好那我們說到現在其實 包括檢方呢都大動作的在搜索 但是其實這個不亞片的散播 並沒有因此來停歇 而且呢幕後黑手恐怕早就 另起爐灶 創立了群組 就把一些會員的資料啦 影片外傳到新創的群組 好其實這個影片還是持續在外流的 真的抓也抓不完 那我們說了 術發部難道都沒有辦法來 就是二指這件事情嗎 好術發部長呢 這個黃雁南他說要移除 境外違法網站的資料庫 或是網站內容 必須依法要透過跨國司法互助辦理 那政府機關 他們是政府機關嘛 要依法行政 好講的就是也是 我們也無奈 沒責 法律就是這樣規範 法律就是要這樣子司法互助辦理 等到呢真的可以互助說要等到什麼時候 這些影片早就已經傳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好網友留言說 其實有駭客在處理 有駭客關掉了 創意私房根本就是在滅政 有人覺得這個產業鏈非常的恐怖 好扯 非常的噁心 那我們剛說到呢 涉及到 創意私房案的這個 補習班的負責人 現在墜樓 好那也被 起底 他現在呢 是 現任的 PTT的 戰長 好這是 四叉貓呢 臉書上面貼出來的 起底 這樣的事情 那尤其有自稱受害者的家屬就爆料 這個背後呢 牽涉到重量級人物 好 人身安全呢 似乎受到了威脅 於是呢 向警方來報案 但是目前還在追查當中 好有這一段的對話是 那時候他們有派了很多車來追我 那也透露說這個是共犯結構 好 網友講說啊 幹部頻頻傳出 墜樓好 已經是 這一起 創意私房偷拍案的事件 一天之內 已經有兩個被告 好有點畏罪 畏罪親身了 那感覺有更黑暗的東西 或者是威脅 還沒有被找出來 可能手裡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不能夠被曝光的 一個 還可以說是個案 但是 現在已經兩個了 難保不會有出現第三第四個 好有人就覺得 墜樓好 這樣的畏罪親身 就是要設下斷點 希望後面的更 恐怖更高層的 不要被查到 好背後有人在操控 所以呢 就設下斷點 有人覺得這個 水非常的深 創意私房案的一個偷拍事件 雖然都官網了 但是包括後續的 這個幕後的黑手 另起爐灶 創群組 讓影片還是繼續的流竄 甚至呢現在出現了墜樓 而且不只是一起 那背後 到底還有什麼 必須要儘快來追 好其實呢 不只是創意私房案 涉及到未成年的性剝削 性虐待的問題 同時也是要來關心 小朋友就學 狼屍 性侵 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大家都還記得 是台北市 這個信義區 幼兒園 園長的 兒子 性侵了20多位的學童 那麼看到呢 在台北市信義區的一家脫嬰中心 日前呢被人認為就跟這一起性侵案有關 不但呢被別人潑漆 而且今天清晨又被人開車衝撞 好那這名肇事的男子也在犯案之後遭到警方帶回 今日清晨3點25分許 警方獲報本霞拖嬰中心遭人開車衝撞 原舉獲報到場後隨即以刑法 毀損公共危險侵入出局等罪嫌將馬姓犯前逮捕 警察騎坦承駕駛自小客車以倒車方式衝撞拖嬰中心鐵門 並於車前檔案不過裡掛上兩步條鞋 天地不攏人生共憤等治理 犯罪動機目前課證真訊明星當中 據悉目前該幼兒園已於112年11月更換負責人 毛案也進入司法程序 本分局呼籲社會大眾因理性看待 勿施行正義 本分局將加強相關巡邏入檢等勤務作為 如有違法行為必定依法研辦 以案定明星 好這名肇事男子呢他說啊自己有一個一歲大的女兒 那看了新聞之後對於幼兒園性侵案感到非常的氣憤 所以才會開車衝撞 而且呢他是特地從宜蘭來到台北來犯案的 那目前呢 現場是已經拉起了整個封鎖線 而警方也通知了拖嬰中心的負責人到場 要提出告訴 訊後呢也會以回損還有公共危險罪 跟侵入住居等罪嫌 將這名肇事的男子移送偵辦 好看到呢這個包括社會上發生了這種狼屍性侵啊 那很多人看不下去有進行了波漆啊 甚至衝撞 但是呢當然大家很多事情是這個 很憤怒的好不過還是要這個理性好理性一點 好最近呢當然大家就在質疑說到底我國的法律啊是在保護被害人還是兇手呢 因為媒體礙於法規所以沒有辦法來報導這個性侵幼兒園的名稱 所以導致後續被害的幼童增加 沒想到衛福部就這樣雙手一談說 沒有規定媒體不能夠報導 因為幼兒園不是學校 這也讓各界再度的炸鍋 說中央到現在都還在嘴硬不知道檢討 不會改革法案裁決暫時處分 憲法法庭的下一步還有死刑事件案 只是在蔡英文提名的多數大法官費死新政下 被害家屬怒吼都是在保護凶手 為什麼我們國家制度是保護壞人 卻不保護每天辛辛苦苦繳碎的善良老百姓呢 罪大惡極罪無可犯的死刑犯加害人 他要懺悔可以 請他接受死刑之後再到地下去懺悔 我國法律到底是保護被害人還是加害人 北市幼兒園性侵案延燒 媒體受限而少法不能報導幼兒園的名稱 導致後續孩童繼續前往就讀而受害 主管機關衛福部竟然說法律沒有禁止報導 原因是幼兒園不算是學校 幼兒園為什麼不算學生 你們的辦法裡頭 幼教的老師一樣是老師啊 請問一下他為什麼不算是學校呢 所以真的不要鬼扯 北市爆發性侵幼童案 衛福部頻頻出面指責地方 但今年4月高雄一名狼師遭踢爆20年間 性侵16名孩童遭法辦 卻不見衛福部積極回應 藍一怒轟對藍綠執政縣市根本搞雙標 將兒少受傷的這件事情 拿來當作一個政治炒作的一個話題 拿來當作一個政治上面鬥爭的一個話題 很明顯的就是在幫市長做掩護 先前創意私房論壇 販賣未成年新影像 遭法務部抄掉網站 不過只要透過VPN還是能繼續觀看 中央束手無策 直到有駭客發動毀滅性的攻擊 才徹底下架 藍軍怒轟政府作辦套 數發部一年百億預算到底花去哪 所以我們每年花兩百億去養這個數發部 到底是養來幹嘛 你們如果幹不了這些事情 那就讓專業的來 那如果專業的都不會的話 就把預算裁掉 根本不需要這些部門 為死求爭取人權 為性侵犯保護身份 放任偷拍論壇 死灰覆燃 政府如果無法保護人民 最終恐怕會被民意反噬 記者黃明居王智能台北採訪報導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LOW YOUR CARE